在他们淡定的跳出机舱的时候 我们看到过 在他们冒着余震带来的生命危险 在废墟中救援的时候 我们看到过 在他们终于泪倒在地的那一瞬间 我们看到过 这种坚强就是我们中华民族 永远压不垮的精神伎俩 那一个个从废墟上浮现的身影 分明一个又一个 那代表着生的希望 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守卫着生命的希望 也守卫着人间大爱 你们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在四川北川地震灾区的救援队伍当中 有两位战士 他们的家里也因为地震受到了损失 但是他们毅然决定来到重 来到重的灾区 参加抗震救灾的救援任务 我们来认识他们 两个战士 一个叫杨一强 一个叫陈松林 都是第二炮兵牟旅的三七士官 他俩是同乡 家住四川三元县 汶川大地震发生时 他俩一起在三元县老家休假 虽说自己的家乡也遭受了损失 但他俩得知 北川受灾严重 急需支援着的情况后 5月14号 就乘坐出租 几经周折来到北川 便立即投入到救灾工作中去 恰巧 第二炮兵某工程团的救援队 也赶到北川抗灾现场 于是小杨和小陈找到部队 说明来由 就随工兵团一起救援 几天来 他俩不顾疲劳 连续作战 哪里最需要就出现在哪里 先后参加了道路抢修 搜救绣和物资发放等工作 样样都干得出色 虽然他俩在假期里 没能与家人共建家园 但他们觉得 参加抗震救灾的这段经历 永生难忘 因为我觉得我是军人 在这个地方 是我们家乡人 我觉得我是军人 应该做这些事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更需要我们 因为这个地方比我们 更严重一些 到记者发稿时 杨一强 陈松林和其他救灾人员一样 昼夜奋战在抗震一线 多好的战士 我是老兵 向你们敬礼 眼下正是地震灾区小麦 和油彩的收割季节 正在抗震救灾的部队官兵 抽掉了部分兵力 帮助灾区的农民 抢收庄稼 我现在在都江县市 大关镇的新河村 现在正是小麦和油彩的 收割季节 部队官兵呢 正在给当地的村民 去抢收农作物 今天从几点出来 开始收割了 今天从八点钟出来 出来了 一直干到现在 我们那时候有大概十个人吧 这个大概有七八块左右 因为只有这样干到我们心里才踏实一点 我们家有几口人呢 我们家有五口人 五口人 如果这么多地 如果靠你们自己哥 要过几天 过几天 现在呢 现在有一天就几倍完成 因为我们的子机兵太累了 我确实要我都赶了我们 心里非常激动 我们部队是从十三号开始 一直在这个杜燕院 这个灾区 这个进行抢眼救灾 目前为止 这个抢收了这个 已经有二十一摩 已经完全抢收完毕 八关镇这个地方 他们一共有十二个村 这个目前呢 我们这个 已经进入了五个村 这个下一步 这个我们是一个村 一个村的这个 给它一个村 一个村的这个 进行抢收 这个一直到我们三个村 完全抢收完毕 这样的感动 总是在这些天 不断地撞击着我们 一边是被掩埋的亲人 而一边呢 是亟待抢收的群众 在灾难到来的时候 一位参加抗震抢险的 普通解放军战士 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在交集等待的人群中 有一位叫陈宏的 解放军战士 他的爱人 和他未满周岁的女儿 还有他妻子的姐姐 在废墟中 已经掩埋了六天 多大了孩子 孩子十一过夜 十天 结婚多久 结婚呢 亲友们告诉记者 趁索在部队短暂休整 陈宏当天刚从参加 抗震抢险工作 一线回来 当时您在哪里 当时我在部队 您在哪个大区 但是我们 我们的顶点 我们顶点九眼是 离这多远 离你家 有五十公斤 差不多 那没办法 那大家都是情人 这个 这个时候 哪个不情 你自己救了多少人 不清楚了 经过在现场 八个多小时的交集等待 消防官兵 终于发现了 陈宏的妻子 和十一个月大的孩子 可惜 他只能看他们 最后一眼了 这位三级士官 在用最简单的方式 埋葬了自己的亲人之后 甚至都没有来得及 接受完我们的采访 就匆匆赶回部队 参加新的抢检工作 因为对生命的尊重 十多万大军 不离不弃的嘶哑呼喊 倾听搜寻 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年轻的女警们 在失去了娇女的悲痛中 无私地救助他人 用自己的乳汁 补育十数个凹带补的婴儿 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医生用手术拖起 白衣天使用温柔 冲淡了病患的忧伤 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鼓鼓的鲜血 延续了生命 源源不断的物资 成了安心的保障 那些始终与镇区人们 站在一起的志愿者 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这不是简单的生与死的考验 而是十三亿人 爱与被爱的执着 是人性光芒的跃动 你们都是 你们都是